我是迷你專家小玉老師 很開心大家又帶來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今天這一集來聊聊很多朋友問老師說 老師啊 佩戴泰國侯孩的鷹牌 是不是就跟人家講的一樣 跟借高利貸一樣會讓你萬劫不復呢 那針對這個問題老師先主張我的看法 我不完全認同這件事情 因為 如果這東西這麼可怕 這麼多高僧 這麼多師傅 每天製造這麼多可怕的東西來 讓你萬劫不復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老師今天來跟大家講講 這個正牌跟鷹牌 為什麼一樣都可以幫人 但是有一些為什麼會讓你萬劫不復 讓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要先了解 我們人之所以能夠好跟不好 最大重點就是你的福德資量多不多 那我們以福德資量來講 就像成你臨界的錢好了 這樣大家可能會比較了解 那這些泰國佛牌的鷹牌鬼眾 他們之所以變成鷹牌 當然不是為了要特別來幫助你 是因為他們也想要累積福德資量 變神會去投胎轉世 所以他必須要在你身邊工作 幫助你事情 而在幫助你的過程之中 他也可以得到這福德資量 譬如說你今天叫做事情 他可能可以從中拿走你的福德資量 因為他會幫你做事嘛 第二點是你可能得到了一些幫助之後 我們大家都知道做功德回向給他 所以萬物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福德資量 我們講無形臨界的錢好了 好來 那這就是一個關鍵的 因為大家都為了這個福德資量 而軌道眾生鷹牌 他們也要福德資量 但是他們以我們來形容 以金融好了 以金融業 他們就像是沒有牌的金融公司 而福牌正神就是有牌的金融公司 好不好 那一樣的東西我們去找 把你的這個無形的福德資量的錢 拿去操盤 那正牌的這個有牌的福德資量公司 他可能很明白一件事情 他除了要幫助你順利以外 他也要具備你心靈上的成長 為什麼 雖然很多人會覺得正牌比較慢 因為你快速發財了 誰會有信仰啊 每天吃喝玩樂就來不及了 誰有空跟你去修行呢 是不是 那鷹牌模式 因為他本身就是缺乏福德資量的一個公司 他可能本身缺資金啊 所以你跟他許任何的願望 他都會想盡辦法去幫你實現 不管有沒有實現 他都會去轉動你的福德資量 就像是我們今天去請人家做事 不管你沒有做成功 都會有所謂的借用借費 介紹費等等的存在 那鷹牌他就是會不斷去賺你這一筆錢 你懂我意思嗎 就像是你今天家裡面可能有請保全 不管有沒有歹徒 不管有沒有小偷 他在那邊你就必須要付他錢 一樣道理 那鷹牌為什麼會覺得比較慢 因為他會幫你去評估 譬如說你這願望對你到底有沒有幫助 譬如說你這願望的投資會不會高風險 如果高風險他可能不會去理你 那鷹牌的特色就是 不管怎麼樣 你只要想要有付錢 他就想辦法幫你達成願望 那當你達成願望之後 你就會一直無限的去 因為得到錢嘛 就會想要去得到更多的錢 很多人就會陷入這個金錢遊戲 當陷到金錢遊戲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我有鬼 很多人就覺得我養鬼 我今天無所不能而忘記要不施行善 無所不能很多人就養鬼啊 每天做偏門啊等等之類的 於是就讓自己萬劫不復 因為當你福德之良歸零的時候 相信我你的鬼不會跟你一起下去 他得到他該拿的東西就是你的事 就像很多不良的投資公司 會叫投資人說 投資很多高風險高獲利的行業 但是他是風險很大的 但是正貴的投資公司 會幫你做一個評估 就是說你的福德之良不夠 於是不會讓你去做這樣的風險 但是因為他是合法的公司 不是說你講他就要 但是銀牌就很像是非法的 個人小信貸公司 你今天OK他就想辦法幫你去實現 那當你拿不到的時候 或是說當你做了之後 福德之良不夠 就會形成俗稱的凡事 這就是常常人家會用高利帶來形容 就是因為這樣 當你還不出這福德之良的時候 他就會來找你麻煩了 你了解嗎 但是這怎麼使用呢 正所謂陰陽兩立 我認為說正牌也好 陰牌也好都是可以配戴 但是你配戴陰牌的過程中 你就必須要做更多的布施 我們常常說就像雞蛋 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我今天帶了陰牌之後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帶正牌 然後布施的時候 偏才有得到 正才我們要去布施 累積自己的福德之良 避免快速被這些陰牌耗盡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陰牌你不要一直去跟他許願 因為不管沒有成縣 他其實都會扣你的福德之良 為什麼 因為他有去做事啊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為什麼越帶越衰 越帶越怎麼樣 第一個你可能不會養 第二個你可能不會去控制他們等等之類 但是因為你一直跟他許願 我想要這個我想要這個 他都會去做啊 但是可能沒有成縣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付費 這可能是很多人不懂的 他以為就是沒有什麼事情 但是 老實的觀念就是 你請陰牌做事可以 但是你要布施更多的心善 因為終於是快財 不然就會變成說 他幫助你完之後 他很多像正規的這種佛牌 佛祖等等 他可能就像是我們公司有利息 他跟你講清清楚楚 但是如果是鷹牌的話 他利息可能就會跟你講的 不清不楚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大家對於正牌跟鷹牌 大概有一個了解 如果你一個金融貸款公司 你就了解 那當然不是說 每個人正牌就一定好 因為他不一定會給你貸款 那鷹牌貸款肯定就是高報酬高風險 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這一集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 按讚以及分享喔 掰掰